海贼王,陆飞到底有没有舞蹈?北田从海贼王单行本98卷已给出答案。 随着海贼王一千零时化更新之后,又迎来了韦田停更一周的漫长等待,不过最近回顾到海贼王98卷FBS情报上,韦田也给大家透露了大量情报信息量绝对劲爆,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韦田都给我们揭露了哪些秘密吧。 按照往常的惯例,北田会在SBS论坛上回答观众的提问,而这一次也毫不例外。 这一次海贼王漫画最新98卷单行本中总共有7页,第一页惯例是一些趣味开场和粉丝的恶搞问题。 我们看到有很多关于特拉法尔加罗和纳美的表情包,看起来十分有趣。 在文字部分有一个粉丝提出,据我的奶奶所说,大河的生日是11月3日的样子,北田也就顺水推舟把大河的生日定下来了,这未年也有点太过于草率了一点。 接下来就是第二页,首先是之前977画中的彩蛋,纳美互相慎平之后再欢快地交谈,而我们在旁边看到了山脂部分的影子。 而在最新单行本中,伟田也补全了这一个画面,和大家相信中的几乎一模一样,山脂看到那美对沈平如此热情,竟然吃醋地哭了而且是哭得十分伤心。 除此之外还有粉丝提问路飞目前已经拥有了四档,那么接下来还会有五档吗?看到这里估计很多海迷都会直哭好家伙,原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们最关心的问题,还是路飞到底还有没有五档? 关于这个回答,伟田也摩棱梁克的回应说道,有吗? 不啊!现在必须打败的敌人正是被称为这世界上真正最强者的男人,现实世界也应该从4G切换成5G的时代了。 虽然伟田回答的模棱两可,但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以后5G也必定是主要发展方向,所以说路飞以后必定会开发出五档,但不排除伟田为了让路飞击败凯多,从而激发出路飞更强的力量,例如五档或者果实觉醒。 接下来就是第四页,北田用整整一整页的表格,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海军的组织结构。 原帅下达三大将,然后就是以塔普以及赫为首的14名现役主力中将。 陶兔和查吞作为大将后补人选也在其中,只不过他们的排名比较靠前而已。 最后就是达斯奇和克比都,是大佐,北田也从侧面的回应了克比提升太快的质疑,从整体实力上看克比的实力距离海军大将还有很大的距离。 接下来第五页就是关于粉丝的提问,那就是为何凯多部下的名字都是以卡牌游戏里的角色命名呢? 虽然这个设定我们已经发现了,但是伟田还是正面回应了,除了德雷克、阿普、霍金斯这几个外来者之外,三灾和凌空六子等人都是用卡牌游戏的名字或者是卡牌数字。 伟田在取名上用了世界各地卡牌游戏的名字。 第六,第七叶伟田还顺带说了一下多佛朗宁歌,他的外号就可是一个早期设定。 原本是打算让他作为凯多的强密盟友参与和之国的大战,到后来放在德雷斯罗萨片解决了。 也有可能是因为伟田从某些论坛中看到了海迷们的猜测,所以故意改掉剧情让名歌提前领取了盒饭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